鼎姐妹很快的 我們又來到六月份 其實我正是預備心進入猜傳聯會 無意當中都讀到這樣的一個故事 美國鄉下有一間學校 因為缺乏了一部的降級 於是有一個老師 他就寫了一封信給一間汽車的公司 希望他們可以捐贈一些的錢 給學校可以買鋼琴 結果老師收到一百美金的捐贈 其實一百美金 根本沒有辦法買一部的鋼琴 很感恩 這位老師他一點都沒有迷願 都沒有灰心 他信得神會供應 於是在祈禱裡面 求神給他有智慧 結果他就用了這一百元的美金 買了一些優質的花生種子 開始還發生 結果那一年他們有幾磅的收成 到了第二年收成更多 累積起來 他買了一部很好的鋼琴 於是老師預備了一些很好的發生 都寫了一封的感謝信給這間汽車公司的老闆 他說老闆很感謝你奉獻了一百元的美金 給我們去種花生 我們都順利了買了鋼琴 老闆對這個回應 覺得很驚訝 都很感動 因為學校的感恩 結果他寄了十萬元的美金給學校 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得到 我們真的要學習做一個感恩的人 感恩越多 恩典越多 祝福越多 這個故事都給我看到有幾個的良光 第一 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真是活著的上帝 可以令到沒有變成有 他說有就有 他說有光就有光 其實我有一個的朋友 以前他都是拜偶像 有一次他去到泰國 拜所謂的淚神 打淚的淚神 去到那個神像面前 他有偶像的腳往上看 發覺偶像的頭頂竟然有鼻淚針 他發覺原來淚神是怕淚的 所以他從此就不敗了 轉向又真又活的神 第二 上帝不單止是又真又活 他都是無所不能的神 只要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 就好像針言十六章第三節說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 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意思就是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 謀我們該謀的 交託其他的給上帝 這個不表示我們可以懶惰 將一切交託給神 什麼都不關我事 而是盡力的做我們應該做的 上帝會做我們不做得到的 主要的是我們和上帝同父恩惡 同主同供 感恩的 你會看到 主往往都將卿神的部分交給我們 比較困難的部分 他來擔當 鼎姊妹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不單止在上帝面前 我們要結果子 我們要收成的果子 有些時候上帝給我們種子 上帝要你去殺種 之後他會說秋語 他要的是你去努力收割 然後去說春語 上帝不會恥福給一個懶惰的人 求主對我們說話 如果你正在想完成一件事 很想放棄 本土而快 三分鐘的熱度 賽跑沒有辦法跑到終點 奉主的命 我要祝福你 那個行你心裡面動作善功的 他一定成前者功 主既然開始了 他一定會結束 他是開始 他是結束 所以不要輕易 放棄 我們要完成 主給我們的託父 忠心到底 直到你跑盡了 直到這一場的仗 你打完了 直到這一條龍你走盡 你就會得著 永遠不會衰殘的冠冕 第三 讓我們學習感恩 恐哥羅西書第二章第七節 在他裡面身根建造 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領受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加增長 如果你感恩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在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是很富有的 有一個爺爺 他為了讓他的孫子 學習感恩的道理 他預備了一盆 參雜了鐵紗的沙紙 他要孫子就用鐵紗 將鐵紗揀起來 結果揀不到 爺爺就告訴他 你要用吸鐵 當你用吸鐵在盆子裡面走動的時候 鐵紗自動的會被吸出來 爺爺叫孫子 不要再埋怨 感恩就好像吸鐵一樣 會吸出上帝很多的祝福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的故事 在感恩中經歷上帝的風風富富 其實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夠用 過去的年日 我每一年參與 猜傳信心仍顯 我都經歷從未缺乏過 我們嘗試將埋怨 負面的情緒 甚至人帶給你的傷害 黑紅水裡面 將人對你的恩情 上帝給你的恩惠 黑紅石頭上 一個隨水漂流 一個永遠向心中感恩 改變心境 一定可以踏破群境 回事 我們得��吧 好 Heavenly 感谢观看